Are you ready? 第五年 才這麼少嗎? 第四年 才這麼少嗎? 對 邁入第四年 才第四年 你們是兩年一期是不是? 三年一期 現在才第四年 我們要邁入第五年了啦 第四年半 對啦 四年半要進入第五年了啦 對啊 我想說 喔 但真的耶 因為從就是荒涼的 沒有啦 荒涼的忠孝東路七段 其實喔 那個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是跟疫情 真的是疫情 對 那個時候 喔 剛開幕的時候 確實因為 對 我們開不了幕啊 對 沒錯 沒錯 所以確實為什麼 讓大家覺得很荒涼 然後想說 那個無人之境 對 就是 你根本那麼大的一個地方 可是 你應該是 你根本完全沒辦法推 對 可是你整個團隊 都要組起來了 那你有很多 說你必須要去做的功課 是 你要跟誰列管 那你還要去議會做這些報告 或什麼 這個都還是要進行啊 雖然改為線上 呀 懂懂懂 欸 我還記得 對啊 我還記得 你第一次要被叫去那個 市議會質詢的時候 對 前一天 我們當然還想 還想來一下說 那你要演練嗎 哈哈哈哈 因為畢竟那跟我們就是 對啊 上台唱歌 或是主持節目 真的完全不一樣 或是什麼不一樣 那是到市議會去 然後人家問你問題啊 什麼的 真的 不過我覺得這幾年 哇 一晃也就快五年了 對 這幾年下來 真的我覺得 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師 我覺得真的收獲很多 沒有 但我覺得也是這個 北流非常幸運的地方 因為找到你 就是說 找到一個真正的 還在線上的音樂人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個行政董事長 你懂 覺得大家 我跟你講 我姐姐講這個是水很深的 就是如果是一個行政董事長的話 就不是這麼回事 就是要去當官的 但因為呢 小玲姐呢 她其實就是真正愛音樂的 而且還在線上的一個音樂人 所以她的確就把北流 就是用她自己的這種 就是音樂人的出發點 不管是你辦的長社展 你看 風飛飛 對 對吧 我們接下來還要辦詩詞 對 還有詩詞的 然後呢 就是剛剛介紹 9月7號 8號 其實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呢 雖然我們有過唱片展 你知道嗎 就是台灣的唱片展 就是每一家唱片公司 大家來擺擺攤 可是我們這次是不一樣 我們幾乎有超過40個唱片公司品牌 經濟公司品牌 然後還有音樂節的品牌 全部聚在一起 你說台灣啊 對 我們會有 為什麼台灣 不是都倒得差不多了 為什麼要這麼多價 所以獨立品牌很多啦 應該這麼講 對 我們會有一個音樂節博覽會 音樂節博覽會 因為其實能夠推動台灣流行音樂 其實是北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你們等於會整大家一起 是的 是的 然後我們也非常感謝就是 這麼多的唱片公司 經濟公司 共商勝局 真的 他們願意在第一時間 然後進來 然後甚至要設計自己的攤位 其實就是布展 讓大家知道 不只是就是說 大家看看演唱會就好了 沒有 是看看人家從 是的 錄音 包裝 行銷什麼的 是的 因為我們不可能 這個產業只有明星 不可能 歌手這個部分 所以有整個後 後面的產業 包括藝人經濟啦 是 而且你前一陣子啊 不是還整個團隊 你們還到那個 哪裡 美加去是不是 我們去那個西雅圖 對 我們把展帶過去嘛 就是我們的長社展 剛剛你有講到 那我們是選了幾個 比較重要的物件 是 然後做了一個 他沒有辦法做大型的 就一個presentation 讓他們知道說 現在北流在做的是可以這樣 對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9月7號8號 也把西雅圖流行音樂博物館 帶進來嗎 的CEO請到台灣來 喔 對 因為我們之後 也許就是會進行這個 交流 彼此的交流 對合作 叫我飛到西雅圖 有比較 也沒有 這跟航空公司沒有關係 有比較便宜嗎 並沒有 沒有 就是希望能夠有不一樣的 不管是音樂 還有展覽上的合作 OK 好 我們這個 線上有那種就是 音樂人忠實聽眾 真的還 馬上就給我們 就是提點 好 2020第一場是蘇打綠 徐佳寅 魏如萱 第二場是蘇惠倫 哇塞 他都還記得 20 你的表演廳的時候 那個 音樂廳啦 對 就是 非常謝謝大家啦 因為我們在當時是有一些 就是 你知道在正式開演前 我們有測試 就是 測試場 滿載測試 對 那正式售票的演唱會 其實第一場是誰 第一場是蘇惠倫 是蘇惠倫 對 就是蘇打綠他們那個是測試場 對 但是也非常謝謝大家都跟我們一起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在這塊土地 一起生活的嘛 所以其實北流就是大家的 對 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推動我們的流行音樂 我覺得 不是 那個 聽眾朋友有講到一個比較敏感的 就是 那個等到那個pop大國民你們再來聊 就是台北市長那個時候 2020是柯文哲 哈哈哈哈 是啊 他最近比較敏感 我們先不要聊他 好 好啦 所以其實現在的那個常設展還有我要講的是 因為我就是 我坦白說我也是因為這個小林到了北流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小林就說 欸 Amy我們外面有一整排在賣酒 欸怎麼又用這個來吸引我 就真的我跟你說 我就真的被這個就吸引過去 我想說 哪有什麼北流外面一整排在賣酒 這就是這是什麼概念啊 然後我就去了 欸還真的就是有那種就是 他就是 呃呃一個 一整個應該說他們是一個團隊啦 然後他們就把各種酒就是 就就擺 然後後來也就因此就是促成了就是我跟 呃我在那邊主持齁 我跟娃娃啊小林 我們就有就是在那邊的一個類似像 呃音樂呃講唱會啦 因為也不太能唱啦齁 然後還請到美鳳姐這種咖 你看 對啊 哦簡直是 還有Kiki 還有Kiki 丁文綺 你看姐都 我要請的就是請到你們都請不到的啦 所以我們也只能坐幾場就沒了 因為也沒有那麼多人可以請不到 所以就沒了 好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包括就是週末假日的市集 是是是 因為你們也跟那個好像是不是就也有外包給那個 是不是有農產還是什麼之類的 之前有合作過 對有一段時間 對對對 但是接下來我們還是會有很多的 不同的 不同在不同時期 像接下來馬上要到我們的生日慶了 文化館的生日慶 哦 對文化館的生日慶呢 我們在去年如果有加入加入的會員朋友跟北流之友一定都知道 因為我們生日慶就會有一連串的活動 OK 對 那這些活動當然大家都可以 你們生日是什麼時候啊 我們生日是9月份 2021年文化館開始開幕嘛 OK 是9月是前面還是後面 是處女座還是天秤座呢 嗯 欸真的耶 這個是要好好的 研究一下 我跟你講其實是處女座 不可能沒有到二十幾號 沒有到二十幾號 對不對 9月9月中 中左右 對對對 處女座這個要研究一下 對啊 處女座你就不來嗎 不是處女座 我處女座就說很龜毛 所以那個規格會很好 但是就是說 不是那麼容易接近啦 不像天秤座 近然後 好啦我亂講的 你是在暗示我嗎 對啊 你就是近然後啊 唉呦 我們 我們除了文化館生日慶之外呢 我們其實還有金舞台的比賽 真的啊 金舞台的比賽 那那那那 等一下講是 對舞台比賽等一下講 我們現在一邊來聽到的這個 OK 一邊呢 一直聽到這音樂是 你是看不見嗎 Syrup嗎 對 Syrup跟這個 Shinsaki 什麼 來我來看我來看 是英 是日文吧 對 對啊是日 我跟你講是日文 Shinsaki 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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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啊 Forever Forever 日本人唱英文歌 也不是他們都只有一兩句英文而已啦 好啦 幹嘛我這樣瞧不起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瞧不起他們 OK Are you ready 一起打開 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地圖開賣啦 那這一團給你介紹 哈哈哈哈 芒果醬啦 芒果醬 你還說好還不趕快講 他是芒果醬 那他唱什麼歌呢 剛剛那首歌 為什麼我都沒有聽到音樂 你都有聽到音樂 剛剛他進 我有兩個耳朵啊 不是啦 你只有一個耳朵嗎 不是啦 有啊他歌 九彎十八拐啊 不是啦 什麼意思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沒事 因為已經進現場了 我不知道 我還在 我以為在聊天 你說什麼 對我剛剛還以為在聊天 剛剛我們聽到的是芒果醬 我已經講過了 這個就是我們兩個姐妹的相處方式 我剛剛就已經講過了 而且他唱九彎十八拐 我也講完了 我本來是要讓你介紹的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要其實要從前面一開始 就要知道今天的這個歌單的苦心 對 用心良苦 用心啦沒有到苦心啦 對 除了前面這一團沒有要來之外 對啦 就是說一開始理想混蛋 剛剛我們兩個在那邊練半天的那個日本團 還有現在聽到的芒果醬 對 等一下我們也會聽到魏如萱 對 這一次他們都會來 對對對 就是我們講就是說其實這一次他其實是 幾乎啦 亞洲或東南亞地區的第一人團體 其實我們這一次就是以亞洲 作為一個最主要的 那當然希望這個 你知道嗎 這一次呢其實我們 是因為我們自己有一個國際顧問團 所以呢我們就從國際顧問團 開始去串聯了整個亞洲的產業資源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會有 做大做大 對我們這次會有25位 其實是就是在亞洲呢 非常有名的這音樂節策展人 他們會來 那所以最重要就是說我們不是只有討論 之外你可以讓他看到台灣 現在流行音樂產業的 包括演唱 演唱的狀況也好 或者整個產業未來的走向也好 其實說實在從這個最早的民歌時期好了 就是由我們開始我們自己的歌啦 是 因為因為最近不是也這個像這個 娃娃他們也還在民歌五十 是不是還是幾十這樣子 五十 對然後呢 到這個八零九零 這個流行音樂 然後呢一直到兩千年周杰倫這一掛 五月天這一掛 然後甚至一直到後來就是百家爭鳴很多的這個獨立樂團 你看那个什么草冬啊 这种的 那个那个什么六王啊 什么这种 落日飞车 对落日飞车 就是说 其实台湾的音乐 真的很厉害 其实我们的能量 真的很多 我们的软体 很厉害 是包括刚刚一开始 大家有听到孙燕芝的歌 大家知道孙燕芝出第一张唱片 是在哪里吗 就是在台湾 当然啊 他虽然是新加坡人 对 但是他们一定要到台湾来发片 对 这个是当时最重要的 香港也是好不好 是 即便就是香港的 当时的超级红的明星 都还要到台湾来 那不要看我们台湾这个宝岛 以为我们很小 但是其实 那个音乐的素质 是很厉害的 真的很厉害 然后这一次真的把大家聚在一起 这个是真的 让我们觉得很珍贵 而且真的很希望 如果你想要进入流行音乐 是 然后你也想要了解 你可以来了解一下 对了解产业 是 我觉得真的要看 不只是看舞台上 在舞台下 怎么样去 你是不是现在也很常在 就是到处演讲 就是在帮那个 想要进入这个产业的人 在上课啊 我没有上课 还是分享 再分享 你现在已经没有在教书了 不行哦 没有时间 你是会公家人员啊 不是 我突然间 你知道 我突然间又聊 你不是公务人员哦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当然不是公务人员啦 我是 那你为什么要到市议会去被咨询呢 这个 因为我们是董事长制嘛 我们是 因为北流是行政法人 但是他是董事长制 对 所以董事长就当然你 你是要负起这个责任 对对对 OK 我突然间就 各位你们也知道 我想到什么 突然间就为什么 好啦 就回到这个 所以 所以其实我想要 就是让这个小林来跟大家说 事实上呢 北流 在这几年间 当然从那个时候疫情 开幕 但是到现在呢 他们已经 现在有几个馆 然后几个 就是展演厅 然后包括商场 你来把 就是你让大家有一个 类似像鸟看图啦 好不好 你来把你们整个的 北流的大环境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再一次介绍一下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大家很熟悉的 大概就是来看演唱会 是 那其实我们除了演唱会的 这个五千人的场馆 这个是表演厅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文化馆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2021年开幕 是 那是文化馆 对 那文化馆呢 就是其实应该是第一个 以流行音乐作为 这个展览 主要的 主要展览的馆 对 所以一直到现在呢 其实我也是很感恩啦 因为这个长设展 其实来看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很好耶 非常好 就有一种传承的 然后年轻人也觉得 去那边也蛮趴的 其实最重要可以多了解一下 就是说 原来 原来我跟他是有这些经历 并不是完全不认识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馆呢 是产业 产业区 产业区 对 那这个产业区呢 其实我们那里是很多的 音乐人办公室 音乐教室 那还有 所以你们 就是上面那些办公室 也是你们的 那就外租给那些 所以很多音乐人是进住的 是是是 哦 我记得 小文 丁小文老师的办公室 就在上面 然后我记得啊 那天因为我们那个活动 然后我就请到这个凤姐嘛 结果凤姐竟然躲在一个楼上 在那边化妆 我心想我这里哪有后台 结果原来 看美风有约的制作人的办公室 在上面 对 那个是 我们另外一区也有办公室 对 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馆 三楼 对 那个也有一个区域 那个也是属于北流的啊 对 哦 都是属于 你们好大哦 没有 其实 你们这样不是很有钱吗 没有 真的 真的没有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很便宜的 跟他们的合作啦 说真的 如果是一个场馆 它只是演出 那它其实就是照正常的收费嘛 那就是收租金嘛 但是因为北流有很重要的 其实是培育人才跟扶植产业的任务 是 其实这是 这只是产业 对 这个是很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要如何去让我们整个台湾的声音可以到国际上去 那北流其实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平台 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让所有的唱片公司还有音乐节的品牌 大家在一起能够去撞击出不同的火花 OK 包括我们的演唱会GenGenAsia 它也不是只是单纯的这个唱唱就没了 我们其实这次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希望能够延续对不对 是共创 共演跟共振 所以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团体 放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在平台上面点击率破译的 这是越南 饶舌天后 这假的 SUBOY 它会跟台湾的灵结星 他们会合作 对 所以 所以对于台湾的音乐人也是很难得的机会 是 因为大家不是说你唱完我唱我唱完你唱 不是这样 交流 一起来交流 对 像Cody Lee的主唱 也会跟台湾的这个我们的歌手一起来共创 这样子 明白 所以这个还是回到我刚刚讲 这样你是音乐人才会懂这些啊 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知道 就是说你的心才会真的希望说 就是大家还是回到音乐 回到文化本质 那 那当然 包括你说场馆也有一些就是 这个产业的办公室进驻 那个无可厚非 就是说也是希望那个就变成一整个 就是一整个流行文化的 对 可是 园区就对了 马上又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 怎么了 我们有四个Life House 我们 四个Life House 在哪 也在我们的文化馆 我们文化馆旁边有一个Life House A 然后Life House A即将在九月底会有开幕的活动 那Life House A里面可以多少人 一千六到差不多一千八 那不就比Legacy还大耶 比Legacy还大耶 对 所以 一千六到一千八 大家现在可以大概上网去 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看一下 因为他的开幕首唱是罗大佑 我有看到这个广告 就是 不是 我有看到这个 因为我还在想说 因为我前两天正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当然是中国大陆 他们就是找所有的歌手 大陆啦 中国大陆的歌手 就是当然很 就是罗大佑是跨年代的那个出情歌摇滚歌 然后那个现象什么什么 所以他们就就是大家就改编罗大佑歌 所以我才看了那个 然后我觉得那大佑就是我们都认识的 所以然后我就注意到说 大佑要在这个北流 然后我想说北流哪有Life House 是 我还想说 他不可能在卡夫卡 卡夫卡那边就是一个餐厅 没有没有 所以就是这里 所以他就是开幕的 首演 他叫Legacy Terra 叫Legacy Terra 对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然后 所以他也是Legacy的品牌就对了 对 然后 合作 对 然后我们的Life House B 也即将公开了 OK B有多少人 B有800 OK B就比较像原来华山的Legacy 然后我们Life House C呢 200人 其实是一个实验的场域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跟 那他们也可以有一些实验 剧场可以进驻啊 有 有我们现在正在演出的是那个方式 方式马戏团 哦 对 所以 对 所以就是说大家真的有空可以来北流走走 好啊 好啊 可是走走也要有演出啊 平常人我们能走进去吗 有啊 你们有 Life House D最近呢 可以让大家看吗 有 Life House D我们最近在做Open Lab Open Lab是我们一个培育的非常重要的项目 其实我们每年 对我们每年会开十档 就是开放实验室 让姐姐来翻译一下 Open Lab是什么 开放的实验室 对我们开放十天 就是邀请十个单位 那这个单位呢 你必须要送上你的申请书 因为我希望它是有一个小北流的概念 就是你知道你去小巨蛋你要申请 对 你到北流你也要申请 对所以Open Lab就是希望能够让高中大学 他们来试着 对 乐团 乐音社乐团 你也要拿你的申请 就是你要试着来做一个企划案 像一个公司一样 是的 所以让这个高中或是大学社团 对 他们来弄嘛 热音社这样 哎很棒耶 哎那那个 就是魏如轩的歌是没办法听了 因为你太会讲了 哦我讲完了 哈哈哈哈 他被我一直这样讲 没有没办法听 哦好吧 哈哈哈哈 没关系 我们一天 我们一天那有听他的歌 好好好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 就像这个小玲讲的 就是重点 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重点还是在 就是说能够延续 同时传承 而且能够培养 这个文化产业的下一代 所以大家上网查询 OK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嘿欢迎回来 这里是一同开麦啦 我是艾米姐 李明一 现在先是下午的4点51分 这个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 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董事长 黄运玲 大家好 也是我的姐姐 所以聊得太开心了 我们很多歌都不听了 来不及听 对 而且我话都还没讲完 就要结束了 好 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 金舞台 对 北流金舞台 其实我们去年是第一届 今年我们要办第二届 去年呢 我们办这个金舞台 其实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圆梦 但是我们去年是以南港区为主 但是今年 什么叫南港区 干嘛 没有报户口啊 不是不是 什么意思啊 我们是特别是给林里的好朋友 就真的就是父亲的 是 是好朋友的声音 OK 所以你们现在是扩大举办 对 我们扩大到12个行政区 对嘛 对 所以我们今年的金舞台 其实会在9月21号有决赛活动 OK 那大家可以去看 对 但是呢 真正的决赛日是9月22日 你知道我们的金舞台呢 其实 我觉得真的高手真的在民间 当然 然后最后呢 我们会帮前三名 我们会帮他办演唱会 哇塞 就真的圆梦了耶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其实都有歌唱的天分 但是呢 他可能 他可能能变成陈其真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 他可能为了生活 为了自己家庭跟环境 他可能没有办法 所以你们没有年龄的限制吗 没有 哦 难怪你会讲说 他可能在那个 也许他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对 然后后来就去当厨师了 然后 然后可能就是 就是在厨房做了 大概十多年 可是他其实还是 是是是 所以他是一个圆梦舞台 很好耶 对圆梦舞台 就不是 我跟听众朋友 就不是星光大道那种的 不是 或是什么快乐歌活动 就不是那种 就真的是帮大家 所以如果你爱唱歌 你觉得你自己也不错的 的那样子的人 然后你最后进入到决赛前三 对 我们会帮你办 办演唱会 对对 哦 天哪 那现在已经 就是这些人 已经到 我们到了复赛了 已经复赛 现在已经复赛的名单 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即将 就是9月22号 就是决赛日了 但是我们在 9月21号决赛活动呢 我们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相关的 比如说会有市集啦 对嘛 然后有一些舞台的演出啦 不然有些人会以为说 啊 我去看素人喔 没有啦 不是这样的 是就很热闹 他还是会有那种市集啊 对 就是然后你 你顺便看说 哇 这些人即将 或是说你可能平常就有注意到 然后他们呢 有 有三个人即将 要有自己的演唱会了 对 而且我们第一届办的时候 是很可爱 因为大家都有啦啦队 所以 那当然呢 对啦啦队 大家就会做那个标语 你知道吗 嗯嗯嗯 还有口号 诶 等一下 你刚刚讲说 因为你们第一届 办在那个南港区嘛 对对对 然后后来现在是12个行政区 对对对 所以只有台北人参加 目前是 那好 那所以重点 因为那个 呃 姐姐是双子座的 我的月亮在处女 我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我要了解到 就是说 所以每一个行政区 你们都是在那个行政区 先海选吗 没有 我们海选其实是 你要拍 跟你要寄 你的带子来 你的作品啦 对对 你的作品寄来 对对对 所以你们的评审先筛选过了 对 然后就禁副赛 OK 那你们禁副赛的时候 诶 我来问规则了 我觉得一定要公平 那你们禁副赛的时候 有让每一区至少有人吗 还是没有 就是招厉害的 没有没有 当然是 这个全部都是 专业的老师选出来 OK 所以没有说 一定每一区保留名额就对了 呃 其实 没有 你们明白我意思吗 对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呢 这次是很奇妙 就 就是每一区都有啊 对 几乎都有很强的 对 但是到复赛的时候 其实你就知道 复赛一定就是又一轮 呀呀呀 又少过一轮了 你知道 我这部分我就很好奇 你要来比赛吗 你 不 你 哎不是不可以 我只 你知道我好奇什么 嗯 我好奇说这个数据到最后 到底哪一区的人最会唱歌 哈哈 哦 你明白我意思吗 对 我是比较对于数据的整合 其实我们呃 真的很希望对有兴趣 而且真的很希望到时候真的是每一区每一区 大家来加油 会啦会啦 一定会大家来加油 呀呀呀 太好了 好 谢谢小玲 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中奖 好不好 那没中奖也请你们就是这个上他们的这个网站去买 他们有那种就是呃两日的就是自由进出的或是有单日票 好你方便的话那你就可以到那个市集到那个音乐节好好的玩一玩这样子 OK 谢谢小玲 诶 你把我单子拿去哪里了 拿一个单子 就是我最后那首歌是什么 哪首歌 哈哈哈哈 东里火车 我知道我有看到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前两天在讲说东里火车给人家免费的 而且他还在我们那里拍广告 啊 漂亮 也就在北流 漂亮啦 这个就很棒 好啦 他们这首歌叫继续转动 谢谢小玲 等一下5点到7点 请大家持续锁定 拍摄